今天观看第四局的比赛 水影沙大比分3比0 现在距离本来比赛的胜利 只剩仅仅的一局 现在局势呈现了一边倒 跟赛前观众的期待 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赛前观众期待的七局大战 那肯定要泡汤了 3比1 今天一整场比赛呢 陈梦的失误都非常多 相持 刺敌 终于是叫了暂停 赛前观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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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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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了个人进攻 这次球的落点 变化 也算是打了出来 2-4 2-5 2-5 好球 反拉质量非常高 已经达到了人球合一的境界 今天这场比赛并没有使出全力 从这一次防守就能看出 这一次现象冠军赛成目的状态不是太好 尤其是昨天对战 日本的曹田兴娜险些输掉比赛 本节状态最好的还是莎莎跟黄一迪 两个人迎签的女单决赛的对决 相信非常的精彩 马林离损 马林看的不可思议 好球 对白相词 8比5 Cast 8比5 6、8 8比6 跟孟继续来发球 起发球 摄影杀 散球开始 直接走分 直接打在了陈梦的反手位 让陈梦接得非常难受 摄影杀拿到了赛点 恭喜摄影杀 是4比0 战胜了陈梦 杀入了母丹的决赛